今天有很多的報導講 有兩件事是發生的 第一就是在晉陽村昨晚 根據報導有23個在接受隔離的市民 在沒有足夠的隔離的日子之下 離開了晉陽村 這是第一 另一個傳媒報導 有一些在過關的人士 由於是超過了 提供到這些專車的時間 被迫要求他們回家 然後第二天再去隔離中心 我對於這個情況 是表示極大的失望和擔心 在這個星期中 據報可能有第一批 在湖北武漢回來的居民 是要接受強制的隔離 但當我們現在發覺 在現時的情況底下 所謂的隔離中心 無論是說它那個處理 那個保安和之後的跟進 都是完全是不合格的 隨著現在的疫情 是沒有任何減少的跡象 在本港也都是有新近有幾個個案 如果處理得不好 這些在原本未有爆發的區域 是很可能會有一些更加大的社區爆發的 我是要求政府要進一步 是加強了包括保安和處理 包括對於這些檢疫人士的一些建議 我自己也不是第一次收到一些投訴 就是一些需要檢疫的人士 是完全沒有政府衛生署的人員給足夠的指引 連簡單到可能是一些測體溫的時間等等都沒有做到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是在接下來這個禮拜要接收超過400個在湖北武漢來的市民 我是擔心這個疫情在社區那裡可能會進一步的爆發的 那我今天也會致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要求他解釋 在這個隔離中心出現了的一些這麼不理想的情況 他有些什麼的補救的方法 也都在這個星期中 當最少有400以上的湖北滯留在湖北武漢的香港人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進一步的措施去保障在這些隔離中心的市民 是得到足夠的照顧和足夠的監管 令到他們不會在隔離的時期完結之前來了 因為很多的證據顯示 這些在外地無論是鑽石公主 在佛堂 甚至將來在武漢 其實有機會那個潛伏期是多於14天 也都有情況出現 可能在試過有中招有抗體 也都會有機會再染病或者是再病毒活躍 所以這些情況如果不處理的話 香港是受到很大的威脅 特別在一個社區爆發那裏 我們會有很多人的消防災 在香港中心 政府的消防災 有些人都有很多人的消防災 但他們不斷找到任何官司 對此為止 那裡有幾個地方 也有很多人的消防災 我們需要多於400居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